欢迎收看全国第一名的节目 为什么第一名 每天开场白都一样 因为我们家是有预告的 你在收看是每天都有在预告 预告正军看好的股票 那请问今天什么最强 什么最强 好像又是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最强 对不对 大概都是我们家的最强 那请问三月还没有新的标股 因为吃喝玩乐是在二月份 二月份 没有人相信行情 很多人在 农历的年前 过年之前 早就股票出的一干二净了 我记得很多人讲现金为王 很多人说今年没有行情 你有印象吗 很多人叫你现金为王啊 就过年前把股票出一出 我不但没有出啊 我不但没有出股票啊 我们是满仓 我没有乱讲 回忆朋友正在收看 回忆朋友 我有出掉所有的股票吗 现金为王 然后现在来扯 扯一些有的没有的 我农历年前到现在 做法没有改变 我仍然还是用相同的模式在寻找标股 没有改变 方法技巧或许有交给投资朋友 有交过你们 会不会用是你家的事情 你不会用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都有跟您报告过啦 一个月的月初 最好找标股的时间点 就是每一个月的月初 为什么我讲过了吗 如果什么股票可以在短短的 一天两天三天 成交量是异常的 记住成交量异常 就突然他从没有量的平台 突然在短短月初 两天三天 那蹦一个亮出来 再去看一下 基本面 只要没有什么太 怎么讲 就好像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 那些你就把它掠过 你去看一些奇怪 他突然蹦出来 可是感觉好像 不是当下最热门的 就如同二月份 二月份 你去看这些 所谓的吃喝玩乐的 这些股票你会发现 奇怪你看不出 你看不出所以然 但是到近期你就会发现 原来 原来这些股票他上涨 因为你们最喜欢找理由 对不对 原来他上涨的理由 就是自由行 每一个旅客发 五千块 你是事后才知道吗 那我想请问投资朋友 有没有人千金可以早知道 因为小学老师教的叫千金难买早知道 对不对 教科书教我们的千金 不可能知道 但我有讲过 我说人的健康 寿命 那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他 就突然你出了什么一场大病 生了一场大病 那你大概你的寿命 会活到几岁 没有人知道吗 我说连郭台铭都不知道他可以活到几岁 我没讲过 有啊 我说连首富他都不知道他可以活到几岁 更况是我们这种一般老百姓 但是在金钱的输赢 金钱 你搞清楚状况 钱在输赢 电脑 因为你没人在看电脑 那钱在输赢 会没有人知道吗 同学 你每天看的财务报表 你都在看过去式的财务报表 请问未来的财务报表你看到了没 今天3月2号 那3月10号要公布2月份的财报 你知道哪几档股票 2月 2月2月其实工作天数也算少 为什么 因为以我们这个习惯 惯例 就是通常在农利的前后 就是通常在农利的前后 营收都是显示出来是减少的 这是惯性 没有办法 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每一年的1月跟2月 营收通常减少是正常的 3月才开始会恢复正常 因为我们的传统习俗 过年的前后就是 那3月才会回归到正常的轨道 对不对 那请问有没有人知道3月份 3月10号要公布是2月份的财报 那你知道2月份什么股票的财报 会非常的漂亮 老师先看看再说 所以你们赚不到钱 我讲的股票都是有预告的 那当然有些迷着讲 一开始你不认同 一开始你不认同 我们都有数据的 当然是军工 你们最爱军工 现在没有人要讲军工 就算今天雷虎强一点点 没有人在讲军工了 可是当时候讲军工 我挑的是JPP 你还不知道什么叫JPP 你只知道雷虎 当然我挑的是涨一倍 但是当下他有没有大喷 没有哪有喷 昨天你有来吗 昨天我这个字 一个字写错不好意思 永丰与集团的永道 即将要上市了 这个月 他直接上市了 拭目以待 这个可以观察一下 那我也说这也不错 尾桥也不错 我没有说他不好 我只是用逻辑去推 赚差不多 那这个相对的低档区 你可以来拿 但是你来拿 你还是那副表情 老师还没去啊 没去啊 当初你拿到JPP 不但没有涨啊 不但没有涨啊 你拿到时候他 他 嗯 老师你拿到就是老师怎么跌了 老师JPP跌啊 对 跟今天 跟今天你同样的表情嘛 老师他没涨啊 他没涨 对他没涨 但是你事后来看啊 我当时候的JPP 你跌 你跌你不敢买啊 那涨一倍呢 你是莫名其妙 对涨一倍 我没有乱讲啊 所以我的股票 的时候给你买 给你低买 你还不敢买 同学 同学 谢谢 先谢谢 昨天有来的 昨天有按赞的 郑君跟你说真谢谢 你只要时间拉长啊 就像JPP啊 他涨一倍之前啊 或许前面几天 你刚开始买的前几天被你骂一下 那涨一倍呢 你是不会谢谢我的 因为你早就卖掉了 昨天有来的谢谢 那今天我要讲什么 今天我要讲什么 可能要讲过去式 讲我的摆达今天又创新高了 摆达材料 摆达材料的前身是液态 你们有没有印象 4167的 4163的液态 还有4155的 有没有印象 讯印 怎么挑的 我从南光的角度去挑的 你们还没想 我这些标股怎么挑的 我摆达怎么挑的 我材料怎么挑的 那摆达材料的前身是什么股票 是液态啊 讯印啊 有没有人还记得 如果你是天天看你就有印象了 天天看你都有印象了 那2月份我这些吃喝玩乐标股 我们先看一下吃喝玩乐的标股 来同学 这台北股市啊 我没办法跟你说台北股市 为什么 今天开小平 往下杀 收盘 没涨没跌 这台北股市 这我也看不过 我告诉你这个 我看不过 我跟你说没润而已没有跌 没有跌就是强啊 没有跌不强吗 那让你看一下今天最强的 还是在所谓的吃吃喝喝 吃吃喝喝 那吃吃喝喝一定是我家的最强 我跟你讲过的一定是最强 下都 我有没有跟你讲我爸爸最喜欢的饭店 我上次是讲云品 我说我讲错了不是云品 因为我爸住最过最多次的就是下都 最少20次 我跟你讲我爸喜欢去 那个那个下都的沙滩 有没有 听那个海浪的声音 有没有讲 有讲不讲 下都还有谁 2739 有没有讲 拉到中间给你看一下 阿霞啊 2月15号 2月15号 口袋名单 90% 90%你自己去看 我真的没跟你乱讲 90% 90% 90% 我有乱讲吗 我真的没有乱讲 真的是90% 那你就是每天看啊 还有呢 8940 喝喜酒 有没有 有没有讲 有没有讲 起账就跟你讲了 我说你不知道这什么股票 有人还问我说老师新天地 营建股喔 你有没有帮帮忙 讲过了喝喜酒 喝喜酒 有没有讲 有没有讲 下都 寒色 当然啦 昨天有讲啦 那今天还是一样啊 到涨停又下来 因为涨太多了 没办法啦 涨太多股票就是会有这种问题啊 对不对 那当然有些时候跟你讲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挑股票 为什么我们挑的股票都这么强 先回到我刚刚所讲的 百达当初我怎么讲的 我们先不要讲百达 我们先讲了嘛 讲12月份的事情 你应该忘了一干二净了 涨太 十字游标这个是12月 对不对 12月为什么 我一直请你特别留意 量能异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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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要我教你啊 那突破平台 量能异常 轻松大转啊 这是月线喔 那4155呢 也是一样啊 突破平台啊 看得懂吗 还要不要我再教你啊 技术分析还要我教 你们都比我强耶 技术分析你们都比我强啊 突破平台 量能异常 那我当时候讲这个 我是从 这一档来带的 你们来问一下 南光 突破平台 量能异常 今天南光也很强喔 今天南光很强喔 因为什么 因为4747 这竟然竟然突破前高耶 好强喔 强升 那强升都突破前高 1752 南光 会不会过前高 这日线啊 你们自己慢慢研究一下 因为我刚所表达就是 强升过前高 那1752呢 我们现在再回到 刚刚我所讲的月线这件事情 那这是12月份 我们所讲的内容 那1月份 十字游标移到1月份 2236 怎么挑的 有讲吧 但是我12月份我就锁定他 我就预告请你来 那当然你看节目的是1月份 那当然你看节目的是1月份 你看什么 看什么 看将军家族的 一定比较早嘛 因为我是1月3号送啊 1月3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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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号是这一张啊 那1月3号我送 新春第一天我送 啊我不能前面买喔 我不能先买喔 对不对 那我已经看到啦 不敢啊 突破平台 量能异常 你跟将军家族的 你会比较早进场 那你1月来的 我也没有漏气啊 你1月来的 70% 当然你早一点的 你有可能翻倍啊 那怎么挑很简单的逻辑啊 包括 材料 材料我也是这样挑的啊 我也是这样挑的啊 那接着你刚刚看到的 都是吃吃喝喝 就是这样挑的啊 不是吗 2月份吃吃喝喝 夏都 2739 阿西亚 韩社 都是这样挑的啊 8940 新天地 都是这样挑 同学都一样 方法技巧都一样啊 没有变过啊 包括6101 宽宇 也是这样子挑的啊 那请问 那请问同学 来 有没有什么股票是3月份 比较有机会的 月线 才短短的2天 就爆量了 那要再加上时事的话更棒 配合当下最好的体材 更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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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吗 这两天最强的股票 是什么股票 我相信大家都心里有处啊 很强的股票 非常强 昨天我稍微有在聊嘛 包括我们字卡上也有秀到嘛 我说接下来3月份重头戏 有讲过吧 那当然昨天 昨天才刚刚转上市的股票 常家 常家是不是好股票 他没赚钱喔 他没有赚钱喔 他还是亏损的股票喔 那亏损的股票为什么这么飙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 亏损呢 亏损这么飙啊 怎么这么飙 那再让你看一下 你慢慢看喔 有没有听过6569 我曾经有讲过 依阳 那有没有听过6796 你可能没听过啦 今天他涨停板叫静宏 有没有听过 为什么会涨停板 那还有包括我昨天讲的一档股票 叫4736 我昨天有讲泰博喔 我昨天有讲泰博喔 为什么我讲这 你们仔细再看一遍喔 6841 常家 6569 依阳 6796 这突破平台喔 第一根喔 静宏 包括4736 泰博 好来 请问投资朋友 老师这些股票 老师这些股票 生技股怎么这么强 为什么 去研究一下 去观察一下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好像我刚所讲的这些股票 没有 静宏 或者是泰博啦 有沒有 伊阳啊 尤其你不知道嘛 有些时候你 你昨天听我讲泰博 老师要检测 现在他就没有疫情 没有疫情 你在说泰博 他跟AI好像也有关系 你刚刚看到这些股票 常家也好 伊阳也好 静宏也好 泰博也好 是不是搭上时事最强的叫AI 那如果以现金啊 现金我们跟日本非常像嘛 老龄化社 老龄化的这个社 这个社会啊 老人特别多啦 那如果生技医疗 再加上有AI的辅助 所以你没有发现 这两天涨的股票 好像都是生技 他本身的生技 再加上他有AI的辅助 只是你不知道嘛 我昨天在讲泰博你知道吗 你怎么会知道 你只知道检测检测而已啊 你不知道啊 那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股票很像 常家这样子 欸 很短时间就喷上来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可以去寻找嘛 我们当然要去寻找 那寻找什么 来来给你看K线 来 我都有评有趣的 我我不会说突然跟你讲 我的股票涨停板 没那回事 希望你们来参与了 你们体验看看 就是说我我我这边我的预告 那我的预告一定有内容 那包括啊能跟你看K线 我一定会给你看 只是说投资票你们你们就就是喜欢就是按照自己的选股逻辑去挑股票 但是你挑的股票 有时候就不是不是市场的主流 所以不会动 很可惜 那我刚讲一大堆从月线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档月线的股票 月线 那六开头啦啦 六开头的股票 六炸炸炸 月线 短短两天 两天喔今天才3月2号喔 两天的成交量 竟然要比上个月来的大了 比二都快 我跟你讲明天的再加上明天 3月3号 这个成交量一定是比 比二月来的比二月来的多了 光明天啦 哈哈哈哈 那如果这个月呢 这个月成交量应该最少这样子 我跟你讲最少喔 最少喔 搞不好比这根大 那我想请问投资朋友 AI 智能医疗 是不是一定要有 要懂逻辑 要懂逻辑 如果你怕 投资朋友 有人也跟我讲说怕指数跌 如果你是担心台北指数 台北股市会下跌的投资朋友 他也是一档资金的避风险 而且他本身的获利 我讲去年就好了 他每一季 一季赚的比一季还要多 一块多一块多一块多 噴到块两块 他是有赚钱的公司 那所以投资朋友 量能异常 已经有人 已经有人知道了 那你呢 你不用 你不用猜 你只要跟着做跟着赚 如果你觉得这是一档 一定要有的股票 今天一样 老规矩 按个赞 立即分享 中场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好 同志们我来看一下这张字卡 我曾经跟同志们讲过 标股的选法很简单 从月线去选择 月初开始有喷量的股票 你要锁定它 那AI治疗的 AI智能的医疗 这档股票一定要有 今天来就可以来立即体验 那如果你错过了 你错过了一月的百达 那寒色已经喷了90% 你都看没有关系 那三月会标什么 我希望你是下一位的见证者 不要每一次你都是看 你看 而不是见证 你要看之外你要赚得到 你要看之外你要赚得到 一月二月都错过了 那三月就来体验 体验最新的新标股 来当下一位的见证者 怎么体验 很简单 我们仍然是老规矩 老动作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资料 꿈 是 各般天 Waar 观众 挺挞 ind 就近看